那一天,我跟一个人,也是等一下要上台的几个人, 在新加坡,我载他去我们新加坡办公室,他就坐在我车里。 我们在车上,驾车在路上走的时候, 要到我们公司的时候,其实我们新加坡的公司就在TrayHub 21, 这个地方,是靠近西部。 西部不是我们金融的地区吗? 西部就有很多business park,这种比较科技的东西在我们公司附近。 所以我们在驾车的时候,我就指给他看,你看那个建筑, 你看那间,这么大的一个建筑, 这样看起来,最少都两亿新币,三亿新币的一个建筑物。 你看那个建筑上面的招牌,你有听过吗? 他说,没有。 你认识他老板吗? 没有。 人家,这样一做,这样大大做,他是谁,我们都不懂。 你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在承担的责任,他们在承受的问题吗? 我们根本都没有办法理解,根本都没有办法想象到。 我们立委只不过是,一天开12家, 什么什么,讲到好像很厉害了。 其实,这个市场上,人外有人,天外还有天,是不是? 重点不是那一家,不是一个建筑,你看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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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条路,全部都是很大间的。 没有一间我认识,没有一个品牌我看过,人家这么大的都静静,是不是? 我们都不知道。 那个只不过是西部,我们去到金融的中心,看到我们的CBD,我们新加坡CBD那些建筑屋,50楼,60楼,70楼的建筑屋。 那个50楼建筑屋老板是谁?不知道。 这么伟大,这么了不起的,在新加坡这样的一个,寸地都是黄金的地方,有一个50楼建筑屋,我们不懂他是谁。 我们有什么东西说我们很了不起的,是不是? 这个立委真的还没有开始。 所以这个市场上真的有很有能力,很了不起的人,很伟大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我们真的太渺小,太渺小。 我们的的确确的还没开始。 的的确确还没开始。 有时候这个时候就要问回自己了。 当我们去冲一个position的时候,我要成为一个T-milit Pablo,我要成为一个T-milit Monosaurus,或者T-milit Pegasus也好。 遇到一些问题和挫折,我们就觉得,哇,那个好难。 哇,那个很不容易。 哇,那个很难。哇,那个也难。 真的。 太渺小,是不是? 市场上的的确确有很了不起的人。 了不起。 都这么了不起了,我们都不认识。 50层楼,60层楼,我们也不认识。 所以我时常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提醒我自己本身。 我们太小了,是不是? 很大吗? 大不大? 不大。 不大。 不认识的人都在加入有一位,对不对? 对。 如果我们认识我们够了,那么今天加入的人怎么办? 这样就不加入一位了,对不对? 对。 要叫什么位? 可能no way 可能side way 我不懂什么way 我肯定不是reway 所以reway就是要持续不断地做 要持续不断地做好下去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 希望做到的一家公司 而它将会持续不断地 一直到我不能动为止 所以我记得有个video 介绍我的video 应该是四周年的 有个video在讲到 我好像很了不起那种video 讲过他是一个思想家 他是一个企业家 他一个什么什么家 然后我老婆在看 他讲我什么家 我老婆讲说 他每次不回家 然后讲完了 他自己在那边笑 所以这个也是要有条件的 各位 这也是reway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觉得很骄傲的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不是不回家 就是 为什么我们能够不回家 为什么 这个是重点 为什么有些人不回家 老婆就会打来一只jack 是吗 为什么我不回家 我老婆没有打来一只jack 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reway不只是说 我做到我们组织里面的一些对的东西 我们在外也要把一些东西做对 是不是 Ivy 我们的副总裁 做了直销 二十多年 大大小小直销公司的management 他都做过 时常看到公司的一些expenses 老板的expenses 那些负责任的expenses 都是什么 卡拉OK 叫酒钱 挣水的钱 挣水叫什么 去sona的钱 是sona吗 spa的钱 是吗 这些就是expenses entertainment 他到这位 他觉得很奇怪 他看到我们副总裁的expenses 他看到我们总裁的expenses的时候 他觉得很奇怪 都是酒店 车油 他说 都钱 都钱都没有glaim 我跟你讲 自己来 是不是 有些车油都自己来 我自己知道 我很清楚的 都是酒店 而且奇怪是什么 今天在这个国家的 酒店 明天在另外一个国家的酒店 后天在另外一个国家的酒店 然后entertainment是多少 零 zero 从来都不玩 或者说 没有乱玩 或者说 我们玩的东西 比较特别 我们玩 我们玩飞机 是吧 我们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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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 是吧 比较好玩 好不好玩 很好玩 我们觉得很好玩 所以我们玩的这些东西 比较 觉得 它level不一样 而不是 哇 今天喝了酒 我发现到 真的 reway的人 尤其是上层的人 滴酒都不沾 是不是啊 那么 我很大声地讲 这是在其他 直销公司看不到的 是不是啊 对 单单这个就已经足够了 其他的一些 这个都这样坚持 都有这样的原则 其他的一些 更不用讲 是不是啊 对 因为这是个人的东西 这个是一种自律的东西 甚至有一些 之前一直喝酒的 来到reway 要喝酒都要 看一下别人的脸色 对不对啊 过一下子就没喝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所以 我觉得很骄傲的事情 是这样 刚才四天讲 哇 我们一开始是一些 uncle 一些老人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在马来西亚 的情况 的确 我们开始都是 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除了cyber 五十多岁那个时候 现在也差不多了 好 他就问 如果这些人 没有在做reway 现在是什么 我们不要讲说 现在是什么 我们就说 现在他做reway 他现在是什么 这比较重要 是不是啊 重点也不是 他们只是赚到钱 这么简单 我觉得他们今天 得到人 做人的尊严 是不是啊 他们觉得自己 还是很有用 他们觉得自己 还是可以 他不需要 依赖自己的孩子 不需要依赖自己的女儿 孩子 不是女儿 sorry 不好意思 依赖自己的子女 他能够独立 这个才是 我觉得 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他们觉得自己有尊严 这才是重要的 当然 赚钱是一定要的 对吧 人家讲说 我不是为利益 还是 还是有的 这是不可能没有的 没有讲到 他所讲的 这么的伟大 不过他一定要是 互利的 他必须是互利的 每一个人都有 那个感受就会比较好 那个满足感就会比较大 今天这些 早期的这些人 像Simon Albert 这些人 在台上 当他们分析以前 当他感谢我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们在上面哭 我在下面哭 是不是啊 那种东西 那里是钱买得到 不重点就是 当他上台 他被表扬 他成为麒麟 他成为飞马的时候 他们赚很多钱 相同的 我也赚很多钱 是不是啊 这就是指销 各位 这就是指销 今天你带了一个组织 你带了一个下线 在过程当中 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多很多的摩擦 很多很多的冲突 在一直这样化解 慢慢培养这样的感情 感情一来越好 感情越好 当他成功的时候 在台上感恩你的时候 他在上面哭 你就在上面哭 是不是啊 那个时候你非常非常的感动 那个时候你觉得 你做的一件事情是对的 因为你改变一个人的生命 从这样变成这样 那个时候那种满足感 不是任何金钱 可以买得到的 是不是啊 为什么 因为你动到一个人的生命 你动到人的生命 而当你真的做到的时候 你很有钱 是不是啊 这么漂亮 这么伟大的一个行业 为什么在市场上 是这么的负面 这么的消极 为什么 因为就是人家会利用这种东西 来赚取 暴力 是不是啊 我导致直销真的是非常负面 这是我同意的 因为我做了十多年 我很清楚知道 市场对直销的看法是怎么样 所以我还没开始 我在做直销的时候 我在做直销的时候 我就跟我自己本身讲 刚才吃天有讲到 就是如果有一天我要出来开公司 我的公司叫利位 这是不是在利位 我要开公司的时候才想的 所以我很早之前我就已经在想了 这是千真万确的 我的确想要把它做对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这个行业很对 这个行业应该是很好的 它不应该是市场上他们所认为的 所以我希望 刚才他也有讲到 就是今天已经形成一个这样的文化和精神 的确了 他今天已经不是我一个人在坚持了 我们有一群非常非常伟大 很了不起的领导人 都是一直在一起在坚持这个观念 所以我们是很有希望的各位 我们要成为世界第一 那并不是最大的关键 关键不是世界第一的业绩 至当我们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 我们在外面给人家看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一间多伟大的公司 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 今天讲到 哇 公司多么多伟大 哇 老位 独特林讲到多伟大 不过我要问你 你没有办法制造业绩 你没有办法制造成绩 关你屁事 是不是啊 哇 公司很伟大 所有都很伟大 领导都很伟大 不关你的事啊 那个只是前提啊 这个东西必须要好啊 不过重点就是 你自己本身也必须要配合 你自己本身也必须要做到某一些成绩 那才跟你有关系啊 一切的一切 对不对啊 今天他会跟所有的前排领导人有关系 因为他们做到成绩 就是这样的简单 所以接下来呢 我要介绍的这个讲师 就是讲这个东西的关键 你讲得再好 你讲得多了不起 你没有成绩 你就是 没有用 是不是啊 他就跟你没有关系 为什么今天这个人来谈 接下来的一个话题 叫做 成交高于一切呢 因为这个人 在绿威很早期的时候 他就加入绿威了 当他加入绿威的时候呢 他头发是长的 不但长 还Q 所以以前 他的眼睛是纳进去的 很像西白粉 像黑黑的 所以如果他从那边走来的话 通常我都会这样站 不理他了 不过后来这个人 从我们很早期的时候 他开始改变 他开始证明 他的投入 他是很想要在Rivyay发展的 就是当他开始 要派Diamond Tracer的时候 他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 在最后几天 他还没有放弃 咬紧牙根 做到很庞大的业绩 成为Diamond Tracer 后来他成为Ele Tracer的时候 也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之下 做到Ele Tracer 当他成为 Tim Ely Pavel的时候 也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 在最后几分钟 成为Tim Ely Pavel 一直到凤凰 一直到Monosaurus 都是在最后一分钟 当他答应了过后 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 他 都要做到的 这个人 从他最小的时候 One Star 一直到今天 Tim Ely Monosaurus 每一次他都创造奇迹 所以今天 由他来讲这个主题 来讲这个主题 我觉得是最适合 因为他的那个欲望 他的那种要 到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比任何一个人还要强 那么在很多前排的领导人里面 他也是算是其中几个 非常非常年轻的 那么这么年轻 就有这样的一种意志力 这样的一种欲望 的确非常的少见 我知道 接下来 他将会是 李威其中一个 非常举足轻重的 一个领导人 接下来 因为他的性格 和他的年龄的关系 所以接下来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 我们的Tim Ely Monosaurus Mr. Lim Sun Lee It's a revolution 谢谢老板 各位领袖 各位老板 各位伙伴 大家中午好 好 好不好 有没有爱睡啊 有没有爱睡 好了 今天 真的要感谢 李威公司 感谢老板 感谢 这间公司 让我有这个机会 在这个台上 跟大家分享 那 我们来看 刚才讲的很多 包括业绩 包括利润都好 不管今天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卖什么 都需要有利润的 对吗 如果没有利润的东西 我们会去卖吗 亏本生意 有人做吗 杀人放火 都有人做 对吗 只有亏本生意 没有人做 那好了 如果我们要有利润 是不是应该要有业绩呢 是不是 好了 那大部分的业绩 它是从哪里来 大部分的业绩 它一定要有成交 对吗 如果没有成交 多好的利润 都没有用 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成交高于一切 OK 在还没有跟大家分享 成交高于一切之前 来讲一点故事 好不好 好 给大家精神 精神一点 如果掌声越大 那故事会更精彩 谢谢 谢谢 好了 他是这样 有一个年轻人 有一个年轻人 无所事事 没有事情做 所以就走到一个 大树下 走到这个大树下 他就坐下来 他就坐下来 他在想 一直在想 有什么办法 能让他突破 有什么办法 能让他更有钱 所以他在那边想 一直想 一直想 他想到一个东西 喝死了 他想到什么 他想到一个东西 喝死了 为什么 他看到蚂蚁 他看到蚂蚁在地上爬 一群蚂蚁爬来爬去 爬来爬去 他就想 如果 我可以 训练一只蚂蚁 训练那只蚂蚁 训练到可以 绑冰 训练到那只蚂蚁 可以笑 训练到那只蚂蚁 可以 开始 好谁吗 这个人 好谁了 他想到这样的概念 一定是 好谁了 蚂蚁哦 大家可以想想到蚂蚁 如果可以做这个动作 发达吗 肯定发达了 结果他怎样 他就去找几个朋友 我告诉你们 我要练一只蚂蚁 可以帮兵 可以洗澡 你认为他朋友 会告诉他什么 笑 他朋友骂笑的 没关系 还是去找我另外一个朋友 我告诉你 我要练一只蚂蚁 可以帮兵 可以洗澡 那个人都跟他讲什么 洗澡 还是不实行 应该找四天 四天跟我这样好 他不会骂我笑的 四天 我 哪一只蚂蚁 我要练 练到它可以帮兵 可以洗澡 你讲人吗 四天 他还骂我笑 这个城市不能 这个城市我不能练蚂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成功 我们要成功 肯定会遇到很多 拒绝和打击 对吗 肯定我们成功之前 很多人会讲 我们笑的 所以没有办法 他就拿一个火柴盒 选了一只比较大只一点的蚂蚁 放进花柴盒 他讲 这个环境不适合我 我要练蚂蚁 我要上去深山 他上去深山里面练 最后就拿了这只蚂蚁 就上了深山 上去深山了 就开始练了 开始练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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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了五年 练了五年 这只蚂蚁终于这么 可以帮兵了 五年终于可以帮兵了 他想想还不够 因为蚂蚁太小只了 你单单帮兵 有时候人家看不到 好了 他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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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五年过去了 这五年过去了 这只蚂蚁又可以 小了 了不起吗 终于了不起了 他再看看一下 这只蚂蚁 帮兵气奥 还是在那个位置 还是在那个位置 不能 所以他开始要练那只蚂蚁 练什么 练可以 打罐头 可以打罐头 可以打罐头 可以 打罐头刚才讲的 对吧 好了 所以结果 练练练练练练练 打罐头容易嘛 蚂蚁哦 练人就容易 对吗 练蚂蚁 打罐头容易嘛 不容易 所以他就练练练练练 十年就过去了 终于这只蚂蚁 可以打罐头 对了 对了 这十句他讲 十句刚刚好 对了 这样过去了多久 过去了二十年 就把这只蚂蚁放在火彩盒 嘿嘿 这次 下山 一下山 就倒回这个城市 二十年过后 城市改变到完 城市改变到完 这一个人在 身上里面二十年 我们可以想象到他的样子是怎样吗 想象一下他的样子是怎样 所以他在身上里面又会吃什么东西 椰果 树叶 树皮 可能都要吃 对吧 结果呢 就看到一间很大间的 我应该好好吃一餐人吃的 吃一餐人吃的 所以就很有自信的 很有自信的做什么 走进那里面 走进那里面就坐下来 叫那个服务员 过来 那服务员过来嘛 还是要过来啦 也是顾客嘛 不可以得罪的嘛 就走过去 拿一本菜单菜单给他 哇 他就选了 我要这个 要这个 要这个 要很多 桌子叫到满满 整个桌子叫到满满了 开始吃 享受 吃吃吃吃 吃饱了 舒服 终于很舒服了 吃饱了 对吗 所以就看到这个服务员 你走运啦 他跟这个服务员讲 你走运啦 你是第一个 你将会是第一个 先看到这只蚂蚁表演的 你将会第一个看到这只蚂蚁表演的 所以他就拿花材喝出来 他的蚂蚁拿出来 叫那个服务员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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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服务员看啦 很不耐烦的 走过去 什么事 你看 你看 他叫那服务员 你看 服务员看到他 哇 想吃饱完餐 放了一只蚂蚁就想吃免贝啊 看一看 不管啦 又走开 一走开 那个人就 喂 来 过来 我那服务员又很不耐烦 他还一直 来来来 那服务员走过去 那个人又 咻咻咻咻 那服务员做什么 就这样 这故事告诉我们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有很多人 他觉得 我准备还不够 对吗 他觉得 我的准备还不够好 所以我要先准备好才可以上台 我先准备好 我才可以去市场见人 我先准备好 我才可以appointment 是吗 就好像有一些人 他要写游泳 对吗 写游泳 他会怎样 去买一本书 教我们怎样游泳 哇 那个 pattern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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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写得很厉害了 结果啊 他还没有跳下水游 他会游吗 当他跳下水的时候 还是要喝水 还是要争水 那过后才会游泳 对吗 喝了水过后才会游泳 就像今天一样的 不过我们练了多久 没有一次 它是最好的 不过我们筹备了多好 它没有一次是最好的 就我们来看啊 我们OPP书16页罢了 对吗 有些人练到160页罢了 他说还没有练好 有些人 已经很好的姿势了 但他还不敢跳下水 他还不敢跳下水 他觉得 他的 pattern还不够 他的姿势还不够 那 几时才是对的 几时才是对的 所以没有一个时候 当我们 一开始 接触了一位 这个是最好的 一开始跳下水 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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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 pattern对不对 不管 pattern对不对 只要我们会游 不会沉 会游到暗 它就是对 对吗 一个人 不管他多厉害踢足球 很厉害踢 很厉害踢 踢到龙门 要踢不管踢 要踢不管踢 要踢进又不管踢 结果没有踢进去 也是不算赢 也是不算赢 一个人不管他会不会踢足球 有一个人可能他不会踢 我带球 也要 哎哟 球也带不到 带到那龙门那边 一踢 一go 那就是赢 就是赢 这就是成交 这就是成交 所以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开始一起跳下水 好不好 你们跟我一起跳下水 游 那我们就来看 怎样来游 我们懂 刚才我们懂 我们在卖什么 今天我们在卖什么 我们利位在卖什么 真的我们利位在卖pettier吗 是不是在卖pettier 我们在卖健康 今天除了pettier 我们真正在卖的 我们是在卖健康 我们不单只卖pettier obb这一本书 我们来看 很多人练到很厉害了 但是不能成交 有很多人他刚刚拿到 这一本obb那本书 明天他成交了 你问他怎样成交 他讲不懂 我谈第一面就成交了 有没有听过 然后我们大概来分析一下 这本obb这本书 第一面我们讲这什么 第一面我们可以看 第一面我们就可以 跟人家讲什么 十大杀手 他除了十大杀手 他有什么 上面那个角落写着 五十亿巴仙的人 因为这些疾病 五十一巴仙的人 因为这些疾病而离开 五十一巴仙的人 会患上这个疾病 这第一面就已经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五十一巴仙的人 会患上 就是我和你 你和我 两个人 就会中一个人 对吗 这个我们就要 让他们很清楚 单单 十大杀手 他是排名第十大 就已经拿掉五十一巴仙的人 那还有接下去 有没有十一到二十的 所以我们时常讲 慢性疾病 都已经三十六种慢性疾病 对吗 只是单单十大 我们都已经 可以拿掉一半的人了 这一边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知道 他的危险 我们人的遇到危险 就是我们遇到健康的危机 单单一面 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知道 健康的危机 所以有时 真的有人谈第一面 就可以成交 那怎么看 有时候我们跟人家谈 有时候要跟人家谈 谈第一面的时候 拿出来 可以谈很久了 他就可以买了 有一个例子 真的 我在谈第一面的时候 我们一直跟他讲 十大杀手 十大杀手 你明白十大杀手是什么吗 我会告诉他们 你明白十大杀手是什么吗 今天我们知道的 慢性疾病有三十六种 但单单这十个 就可以帮我们两个带走一个 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 这个健康多重要 这个健康多重要 不是我们在讲的 是全世界的卫生组织在讲的 这边就会让人家感觉到什么 我们要照顾健康 对吗 所以我们卖的是一个健康 但我们再来分析 接下去我们还会谈什么 除了这一面我们还会谈什么 我们就会谈人怎么来 对吗 谈了人怎么来 接下去一面我们又会谈什么 我们证明给他看 干细胞是可以解决的 这一个证明 有可能也可以成交 接下去我们再证明什么 富豪名人在用的 富豪名人在用的 再接下去一面 我们证明什么 证明有几种方法 有哪一种方法最好的 证明有哪一种方法最好的时候 接下去我们还会证明什么 证明我们的四大技术 对吗 这四大技术这一边 我们必须注意的 四大技术 它只是很简单的 要告诉人家什么 我们是可以代替注射的 我们这个技术就是代替注射 富豪名人在用的 很多人会卖到胶囊是什么 胶囊是什么 里面冷冻的技术 又用什么冷冻 里面细胞有几粒 那个乳化分解技术 它又怎样乳化 又怎样分解 这个就好像我们看见什么 如果今天 我们去买一个电视机 今天我们去买一个电视机 我们会去问他 或者那个卖电视机的人 他们会跟我们讲 我的电视机这个框 是什么做的吗 我的电视机那个 button是什么做的吗 我里面的就是什么做的 我的零部控制是什么做 我们会去问吗 我们不会 我们只会问他 我看了这个电视机有什么效果 我看下去了 它会不会明 我这个零部控制 拿起来了 我按第五会不会第五台 我按第六会不会第六台 这是我们要的效果 对吗 我们要的结果 这个是我们买电视机都会这样 为什么我们会卖button卖到它的胶囊是什么去 除了这一面 除了这面我们再接下去 接下去是什么 接下去我们会讲到纽西兰 讲到我们button第四代 相信有很多人 相信有很多人 也听到 现在 有很多外面也有很多胎盘树 外面有很多路胎树 单单这一面 单单这一面我们就能告诉他什么 你不要拿其他路胎树跟我们讲 我们已经第四代了 他们第几代 我们已经第四代了 他们第几代 单单这一个就可以block着他们 不要拿其他的跟我们比 那再接下去那一面 路的 我们谈着路的 就已经block着 等一下他们不要跟我们讲 什么羊的 什么羊的什么 接下去一面会是什么 我们卖的是技术 我们卖的是一个配方 今天我们卖的一个配方 我们不是在卖里面 炉灰里面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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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分 Zenton有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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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分 就好像跟他讲电视机里面有什么几条哇呀什么怎样接 那个怎样接怎样接怎样接 一粒代替完全部 一粒东西就可以代替完全部 好了 这一本OPB的书 很多人都很熟练的 很多人都很会谈的 但谈到最后讲到这么精彩 应该block的也block的 不要拿其他的笔也不用笔了 谈到很好 但有些人会做什么 谈到很好做什么 你等啊 你等回去等两天 或者回去等两天 等什么 等他来跟我讲他要买 等什么 有些人会等 等那个顾客自己开口说 叫你拿一套来 会吗 会有这样的人吗 不会 很少 很多人就是等 就好像他已经很会踢足球了 他去到龙门那边 就是踢来踢去 踢来踢去 不敢踢勾 不敢要求 不敢跟顾客讲那好了 那你就拿一套 很简单的 听得这么好 你觉得我们产品好吗 觉得好吗 我们产品好 那你拿一套回去吃 很多人不敢讲 就是连这一个 他都不敢讲 他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 做closing 等到准备好那只蚂蚁 死掉了 所以没有哪一刻 是先准备好了 所以这个我们要懂 要干 要求 谈完了 最重要的我们讲了 还是成交 没有成交 我们是没有工钱拿的 对吗 拿一套回去 先吃 拿一套回去先吃 但那个顾客可能他觉得 不要啦 他觉得 你这样讲完产品 虽然很好 我只有买来吃 是不是产品讲很好了 顾客就一定要买来吃 那产品讲得很好 他还是不买呢 顾客觉得 哎呀我还是不需要 那我们应该这样 我们可以谈什么 还有什么我们可以谈 有些人会做什么 哦这样啊 他都不要了拜拜 回去找上线 找上线 四天四天 我都已经跟他讲OBB 你叫我回来会谈OBB 我谈了OBB 我谈到完了 但他还是不要买 有些人就放弃了 这样我们就应该放弃吗 如果是我 我肯定不会放弃 OBB谈完 他不买就放走他 没有这个事情发生 不会这么快就放走他 那么还有什么可以谈 今天的立位 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谈的 我们还有很多的见证 可以谈见证吗 有些人单单谈见证 没有谈OBB也成交的 有没有 就今天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 只要有成交 那就对 不管一个人会不会踢球 刚才讲的 他会踢购就对了 就赢了 好了 谈见证 见证重要吗 见证重要不重要 就有一些人觉得 重要 重要 这个就好像有一些人 在谈见证 有些人 我给你看见证 他脚烂 这样 有一些人 你自己拿去看 有没有 你自己拿去看 等他看见证 看看 Ooo我要买 因为我脚也烂 他会跟你讲吗 他偏头痛 我也偏头痛 我要买 有没有 没有 但是很多的 我们看到了 他可以整本见证丢给他 丢给他这么 看 好像打广告 如果见证让他看了 他自己会买 Dr. Lim不需要我们了 Dr. Lim不需要我们了 他就打广告就可以了 打广告就可以了 那么谈见证 必须要投入 谈见证的时候 必须要 站在那一个人的角度 那一边来谈 就好像 最近很多人都看到 一个见证 对吗 脚穿动的 脚穿动的 有些人都看到 Facebook都有放 那个见证 我最近也在用 我最近也在用 那么谈 应该要怎么谈 我一个例子 比如我这样谈 我不知道我谈的 好不好 但不管我谈的好不好 我知道我谈了 这个见证很多成交了 所以有成交就好 不管他谈的好不好 这个见证 我告诉人 你看这个脚 我先给你看这个脚 你看发生什么事情 看那个脚 这样穿地树的 很多人 他直接 直接讲是糖尿病 很多人一看 他就知道是糖尿病 你再看 你再看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知道这个人 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知道糖尿病 不是这么简单吗 这一个人 他就是因为糖尿病 这样的脚 是不是需要锯了 他就需要锯脚 锯脚 我们要想象一下 锯脚 多恐怖 锯下去就没有 他不像剪头发会生 所以 所以你要知道 锯了他就不会生了 那个人要去锯脚 我要去告诉他 谢谢 所以你必须要有表情 他去锯 那个人看着 结果这样 他的女儿 就带着这个人 就带着他爸爸 要去锯脚的时候 要去截肢 要去锯脚的时候 就求神 还是求主 那个人应该是主的 求求 希望我的爸爸 脚不要去 希望我爸爸脚不要去 希望我爸爸脚不要去 结果 他就在那边等 taxi 等等等了 那个 taxi来了 就上了 taxi 在 taxi taxi很自然的 就会问他 要去哪里 他就告诉我 我要去医院 真的神救了他 那个 taxi的人 是我们的 立位的人 那不是Albert 不是Albert已经很久没有 驾 taxi了 那个驾 taxi的人 是我们立位的人 所以如果是立位的人 听到去医院 很自然的反应 会问 什么事 什么事要去医院 那个女儿就告诉我 爸爸要去 所以去医院的路程当中 这个 taxi的人 就一直跟他讲 有这样 有我们这个肝细胞 有什么 可以不用举角的 所以他们已经 Applement了 结果还是照样去医院 但他还相信 他相信这个 taxi老 为什么相信这个 taxi老 因为没有的选择了 好了 就试试看 拿了一盒 他拿了一盒 去到医院 去到医院 很自然的 就拿这个产品 拿这个产品 问医生 他拿这个产品 问医生 医生 医生 像我爸爸 给吃这个吗 你这位医生 告诉他什么 那个顾客也是这样打 医生讲不可以 等一下你不要跟我讲医生 我就跟他讲 等一下你不要跟我讲医生 医生跟他讲 不可以 你不可以乱吃 什么都不可以吃 然后他就问医生 可以吃什么 吃我的药就对了 吃他的药还要聚脚吗 还是要聚 所以不管 给他爸爸吃两粒 给他爸爸 那一天吃两粒 那两粒吃下去 明天开始要聚的时候 一发现他的脚这一边 干掉 他的脚那个伤口 干去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 那个人的儿子 或者你是他的女儿 你认为如果是你的爸爸 你会给他聚吗 开始干了 你会给他聚吗 他也是打不灰 那不灰要怎样 医生都不给吃 所以有伤口 必须要洗的 对吗 有伤口他必须要洗 他就围起来 医院就是有一个布 要洗伤口的时候 把那个布围起来 他围起来的时候 头吃不掉 在里面洗伤 头吃不掉 一围起来 在里面就头吃不掉 所以这个女儿 和这个爸爸 就干嘛一起 干嘛一起 什么 不牵制 不牵制 医生是不能去 对吗 不牵制 也隐瞒他的家人 隐瞒他的家人 全家人都不知道 只有这个女儿 和这个爸爸知道 所以他们就偷吃 吃了一个星期过 你看他脚变这样 还有一张 我们一边讲 你看他脚变这样 还需要聚吗 开始有血色了 都没有气了 所以不用聚了 所以这样子 可以出院了 你想象一下 这样子 一个星期就救了 那一个人的脚 不但救了他的脚 也有可能救了 他的生命 有多少人 因为聚了脚过后 今天聚 多几天 医生一句话 续菌感染 离开 这个还不用紧 这个还不用紧 他进去的那一天 他隔壁床 聚了一只脚 他进去那一天 他隔壁床的那个 聚了一只脚 他出院的那一天 他的脚病剧 他隔壁床 那个剧第二只 你想象 他是不是没有福气 你想象 他是不是没有福气 所以第二 他是要有福气的人 才可以吃得到 结果怎么样 他是要有福气的人 才可以吃得到 我们刚才讲 你要有福气 你才可以吃得到 所以还要等吗 有些人又等 等什么 等你有福气了 你来跟我买 有可能 你回去考虑 聊一下 所以今天 就是有福气 不但可以吃 可以听到都已经有福气了 所以这一套拿回去吃 可以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谈见证 它是很重要的 谈见证它真的很重要 有些人谈见证 它真的好像不关他的事 真的啦 那个病真的不关他的事 你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见证发生在我们的家里 它还没有好的时候 那种的悲伤 那种的痛苦 可以感受得到吗 感受得到了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那它好了过后 那个感受 我们又可以感受得到吗 我们也可以感受得到了 我们必须要把之前 那个感受和之后的感受 给它知道 给它知道 我们必须要投入 所以见证我们谈的 投入的时候 有很多时候 就可以解决一切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见证 这个见证也是 我用了很多年了 也是因为这个见证 让我 对Bertia有信心的 也是糖尿病 还有一个Auntie的脚 Auntie的脚 可能你们听过 以前头发QQ的 头发QQ的 那个他们放上Utip的 它可以爬楼梯啊 还记得那圈吗 就是这样 你看我们可以 一个Auntie可以爬楼梯罢了 一个Auntie 她可以爬楼梯 对你们来讲 好像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爬楼梯 对吗 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一个Auntie 连两个楼梯都不能爬 那种痛苦 那一种痛苦 我们想象一下 我就会看着她 你想象一下 两个楼梯不能爬的时候 但今天因为Bertia 她可以爬楼梯哦 所以有时候 我都是用见证 她就可以解决了 但真的我们要感觉 很多人谈了 见证也谈了 她就是不敢做成交 就是不敢成交 拿一套Bertia出来 交给她 就是不敢 但如果见证我们也已经谈了 OBB也谈了 见证也谈得这样好了 那顾客也告诉我 我都没有事 对吗 我都没有事 现在我们谈了 她还是不买呢 怎么办 应该讲的都讲了 对吗 所以可以收了 可以回了 是不是 就这样就回了吗 不会 我还不会回 我还不会回 为什么 还有很多我们可以谈的 但有些人一谈到这一边 不能了 她就走了 这一次她一走 她就觉得 Bertia很难卖了 因为她应该谈的就谈了 其实她不难卖 我们要了解 除了这个不一样 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这个她都不买的话 我们就要谈她的需求了 对吗 她一个人的需求 她个人的需求 她个人有什么需求 我们不用想谈那个人 我们看如果她是年轻 或者刚刚出来事业拼了 我们要谈她的 要的东西 今天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们不真正卖Bertia了 我们刚才讲到什么 我们卖的是健康 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 我们今天卖的是健康 但很多人 怕忘记了 一直Bertia很好 Bertia很好 Bertia很好 忘了告诉她 健康的重要性 今天这些领袖刚才讲 Simon买Lostoy 他是买车吗 Simon买Lostoy 是买车吗 我们的立位领袖 很多是买Berny 他们在买车吗 是不是 其实他们不是在买车 买什么 他们在买的是身份 这个车就可以代表 他们的身份 在买的是一个身份的 不然如果你跟Simon讲买车 他买干戒也是车 不用买Lostoy 对吗 所以要买的是一个身份 今天我们买冷气 然后我们买一个冷气 回家 我们是买冷气吗 我们是买牌子吗 不是 我们买的是什么 我们买的是要它的温度 我们买的是要它的温度 让我们感觉 冷气装下去 很舒服 很凉 那女性也一样的 那名牌 包包 她真的是买hand bag吗 真的是买包包吗 她是买身份 如果她是买包包 Pasamalam一大堆 Pasamalam也很多 一大堆 那个牌子 有些做到也很像的 为什么他们要拿 拿身份 这个就是身份 今天我们很清楚 我们今天卖Petit 我们卖什么 卖健康 今天我们卖健康 我们就告诉那个人 他如果真的还不买 我会跟他讲 我就会跟他讲一些 比较感性的话 我就会开始跟他聊 NDO有看吗 NDO NDO很重要 聊什么 FORM 聊家里 聊这个 聊那个 聊什么 聊看他有什么需求 就跟这个人 再开始聊天 聊天的时候 聆听很重要 就开始一直在聊的时候 就注意看 他需要什么 但大多数我们 一直在聊的时候 我都发现 大多数的人 他们出来市场 拼拼装装 拼拼装装 为了什么 还是为了钱 为了钱 他们就讲了 会为了家庭 所以有一个例子 我有遇过的 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 大概也是三十多岁 三十多岁 装不装 很装啊 你谈到 不掉这么好了 谈到见证这么好了 他觉得他没有事 那时候我就开始问他 我就开始问他 你拼了这么多年 他也是刚刚有家庭 真正啊 如果真正我们在社会 我们拼了这么多年 我们为了什么 我就不懂你为了什么 很多人都讲为了家庭 为了未来的孩子 为了我们的孩子 为了家庭更好 对吗 很多人讲对了 问了这一句 我就会停下 我在看 我们拼 我们一直拼 一直拼 一直拼 一直很付出 在社会 一直很付出 一直在拼 为的是我们的子女 为的是我们的将来 但我们拼了这么多 我们拼了这么多 我们想为的是他们 过一个更好的日子 到最终 我们看到 我们在这个社会 我们看到 有多少人实现了 有多少人拼了这么多 他们都想要实现的 很简单的一个愿望 就是让家人好过 让子女过得更好的生活 有多少人做到 那为什么很多人 不是他们不愿意去做 当我们拼到一半的时候 十大杀手来了 我再会跟他讲 拼到一半 糖尿病来了 拼到一半 高血液来了 有吗 你有看过这样的人吗 你有听到吗 我问十个 十个都这样讲 十个 十个都这样讲 拼到最后 到底我们为了什么 我们只是为了家庭好过一点 到最终 老天他们残忍 让我们全身病到晚 这是我们时常看到的 我也很清楚 可能拼拼到有一天 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很清楚 我要先顾好我自己 我先要知道 怎样来保护我的身体 朋友今天你也一样 你也一样 顾好你的身体 你很重要 你在你的家里 扮演的角色 你是最重要的 如果一个人患上一个疾病 患上一个疾病 不但倾家当场 可能连全家人都倾家当场 你认同吗 你认同吗 很多人他都认同 很多人都认同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必须先拿这一套回去 自己先要顾好 真的自己很重要 我们不希望有一天 我们为了子女而拼 但为了他们还没有拼到 我们要的时候 身体坏了 我们拼了这么久 我们几时拿过几千块 给自己的身体补一补 我们只是亏几千块 在自己身体 应该的啦 有时这样讲 好了你拿一套去 他就接受了 不要谈完了 很多人也会谈这些 很多人谈完了 讲完了 到最终 他还是不要拿一套给他 这样我跟你讲这么多的 你回去考虑一下 你认为多两天 他会来跟你拿买吗 他多两天 他自动就来买吗 不可能就要拿给他 立刻的拿给他 好了 IC拿出来直接抄 这样子他就可以成交了 有时候谈个人需求 我们必须要问 必须要跟他们沟通 问他家里 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就从他扮演什么角色下手 很多时候我谈了这一段话 很多时候都成交了 真的谈到这一边 很多时候都成交了 如果那个时候 我们谈了 他还不成交 那个顾客 那个朋友还告诉我们 对 很重要 你讲的我都明白 我知道 但我现在觉得 暂时还OK 暂时还OK 他还是不要 他觉得现在还OK 我这个八千八百八十八 很多地方还可以用 对吗 记得我平常是都有 吃了一点保健 我平常是都有一点运动 我平常是都有 吃的东西都有照顾 都没有乱吃 他还是觉得不需要 那怎样 拜拜都讲完了 讲到这样子了 讲到自己 病的东西也搬出来了 全部都搬出来了 他还是不买 他还是讲 他现在暂时不需要 就放弃吗 很多人 在这个时候 就开始放弃了 对吗 因为都已经讲这么多了 我现在只是讲这个例子 只是短短 可能这样子谈 刚才谈OPB 谈见证 谈到 FOM 谈到这边 可能半天过去了 对吗 可能半天过去了 有些人觉得 我应该做了 就走了 这么快就放弃吗 我们要记住要放弃的时候 没有成交 什么都假的 没有成交 多好的利润 刚才讲我们公司 Payout这么高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们没有成交 对吗 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刚才有聊到 FORM 我们就会懂得 他有家庭 他有父母 对吗 他有父母 他有哥哥 可能哥哥年龄比他大 或者他有弟弟 或者他有叔叔 BB这一些 这个时候 大多数我会谈父母 因为我们华人 对吗 大多数我们会想到什么 孝顺 讲到孝顺 很多人都讲 我孝顺了 我很孝顺 你们这么多人 有谁讲他不孝顺 谁不孝顺 每个都讲自己孝顺 但他们做了多少 孝顺是讲 但做了多少 这边我们就从孝顺 这时候 我还是不会放弃 我开始谈孝顺 我开始谈孝顺的时候 最好我们自己 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最好是自己 一个是孝顺的儿子 为什么 我们更有例子可以讲 这时候我会谈 我会从 我小时候开始谈 我为什么会从我小时候开始谈 我谈什么 当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们刚才聊天 其实我小的时候 家里是一个很穷的 这故事也很多人没有听过 也很多人听过 顺便在这边讲 有时候我会讲 我小时候 家里很穷 家里很穷 我们是需要靠公公婆婆 才有三餐吃 公公婆婆还有三餐吃的 有时候还要叔叔 还要叔叔 给一点公公婆婆 我们来 可以养大我们四个人 我有两个姐姐 到我了 才到我弟弟 才到我弟弟 那时候从小就很多人告诉我 要孝顺啊 你公公婆婆这么老了 还要养 养你们 那他就会问 为什么你爸爸妈妈没有养你们呢 为什么公公婆婆来养呢 那我讲 因为 我的爸爸是一个哑巴 我爸爸是一个哑巴 所以 没有工作 也没有人会请他 所以做一点杂工 那我妈妈 她是闲人 她也 只是在咖啡店 帮人家洗碗 所以穷 咖啡店帮人家洗碗 爸爸就做一点杂工 做一点杂工 也赚不到什么钱 要养我们四个人 所以需要靠公公婆婆 所以这时候 我就 跟我自己讲 我跟我自己讲 我长大以后 一定要孝顺 我长大以后 一定要孝顺公公婆婆 但很多时候 我们在想 一定要长大才可以孝顺 一定要出外面赚了钱 赚到钱才可以孝顺 对吗 很多人觉得 有钱才能孝顺 对不对 有些人也答 也是啦 但不一定 但不一定 有钱我们就可以做更多东西 我们连自己都 钱也赚不到 反而 给家人 更加担心 所以必须要先去赚钱 所以我很早就出来 很早就出来社会 没有读书 也不是因为这个时候 我不读书 也是 好玩 不爱读书 所以这时候就开始出来社会 就开始拼 开始做 忽略的家人 忽略的家庭 在外面一直做工 一直做工 一直做工 那时候我14岁就出来做工 我14岁出来做工的时候 我就跟着我叔叔 在外面跑 我叔叔今天也坐在这边 就跟着我叔叔 外面一直跑 一直跑 一直做 有一天 接到一个电话 接到一个电话 接到这个电话 叫我爸爸 accident accident 去世 就这样一个亲人离开了 就这样 爸爸就去世了 我们做儿女的还没有真正做到什么给他 离开了 心痛 那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心痛 我们会觉得很伤心 但时间一过久了 时间就可以重担一些 时间慢慢过久了 我们就会忘记了 又开始忘记了 又在外面一直拼 一直做 一直拼 一直做 公公婆婆会老了 老人家开始老 开始老了 婆婆 突然中风 我婆婆中风那一个时候 我很难接受 我很难接受 我就问 我每次讲到这边 我就会拉很累 不然我在顾客面前 我讲不下去 每次讲到这边 我会拉很累 我是想象 如果不拉更好 我讲我很难接受 为什么我很难接受 一个离开了 我们不懂得珍惜 一个突然意外离开了 我们从小讲什么 我自己跟我自己 我从小讲 以后要好好孝顺公公婆婆 好好孝顺公公婆婆 婆中风了 在她还没有中风之前 我做了什么 放掉她的工作 来顾婆婆 我们可以轮流 这样子中风的 抱上抱下 那时候我才觉得心痛 那时候才来 抱上抱下 去拯救 抱上抱下 去看中医 抱上抱下 来得及吗 来不及了 真的发生了 她来不及了 就不要等到这一刻 这还不用紧 当我遇到不爹的时候 当我遇到不爹的时候 我婆婆来不及了 没有机会吃 她在床上六年 在床上六年 我问回我自己 六天我都不肯 不要说六年 她就这样子离开 在六年她离开 公公也离开 我还有生什么亲人 还有生什么长辈 现在生一个妈妈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只生一个妈妈 她今天要吃多少 我都给她吃 她今天要吃什么 我都给她吃 她一天要吞一罐 我都给她吞 因为我只有一个妈妈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所以大多数我会跟她们讲完 我个人的这样子东西 跟我讲 孝顺很重要 我今天谈了 还有一点 拉一点手笔 不然等一下我谈不下去 不然谈不下去 有时候我真的谈到婆婆的时候 我会忍不住 我会忍不住 然后在这一边 给我 在这边 谢谢 谢谢你们 我就会跟她讲 当你家人还有在的时候 你要珍惜 你要珍惜 不要等到我这个时候 不要等到我这个时候 你讲什么孝顺 讲什么珍惜 那时候拜什么给她 她也是自己吃的 也是自己吃的 有时候我觉得很多人 因为清明 因为什么节日 拜很多 拜了很多 谁吃呢 自己吃的 为什么要拜这么多 那时候我在讲 为什么她要拜这样多 她想弥补 她想补回她的心 她拜得多一点 她觉得她好过一点 在有生之年的时候 没有让她好好吃这一餐 没有好好的孝顺 所以她才拜很多很多 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一个儿子 我们不要做这一个儿子 今天趁你爸爸妈妈 家人还有在 赶快拿不得回去 今天 你现在立刻就拿回去给她吃 我就会立刻拿一个家 你认为这样可以成交吗 可以成交吗 以前我这样子的成交了很多 这是我 时常谈到最后谈孝顺的时候 所以我讲 我们必须是一个孝顺的 自己如果先是一个孝顺的 你就有很多例子可以谈 很多例子可以谈 谈自己的孝顺的故事就好了 所以这个谈完了 成交了 开心吗 如果这个也谈完了 那我是不是谈完这个每一个都成交呢 是不是我谈到眼泪也流了 她就会跟我买呢 有时真的谈到眼泪流啊 她甚至会拿地书给我 那她就会跟我买吗 她还是讲对啊 你谈得也是很对啊 你谈得也对啊 那我会遇到一些 她讲你谈到也对 但我没有钱哦 你会历过一些 要死不死 懒伯伯 没有斗志的这种人吗 你谈到父母 谈到这个 她还是 我都没有权了 怎样 哇 我 这一个人 我当时她是朋友的话 我真的会 讲粗一点会录他 我真的 我就会讲的好了 今天 今天 如果连一个八千八百八十八 有一种人好像没有斗志这样的 我们当时朋友 当时朋友就直接 今天如果你连一个八千八百八十八 都拿不出来 刚才你在社会几年了 我就问了 你在社会几年了 我们朋友聊的 有些是朋友聊久 就知道 出来社会十年 有些十多年 二十年 如果你今天出来社会 这么多年 连八千八百八十八 都拿不出来 孝顺你的父母 你对嘛 你现在做的行业 你现在做的东西 对嘛 我会直接这样问 对嘛 她会傲傲这样看着我 也没有打碗 对不对 也没有打碗 对不对 所以怎样 我们就 把一条真的路 告诉她 你怎样来赚着八千八百十八 对嘛 你怎样一人 你怎样 我们就直接叫她怎样一人 怎样来赚着八千八百十八 我们告诉她 你这么多年的 在社会八千多块 拿不出来 错了 这个我们真的要想 如果出来社会 真的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 拼了这么久 做了这么多东西 人者一万块 我们都没有 一万块 在银行都没有 还继续这样做下去 你做多几年 有什么 你做多几年 你会有什么 有些我会直接这样 然后那个人 我就直接带她 直接叫她进来做 直接带她 直接叫她叶人 有一些她不会说没有钱 有一些她没有 讲了 谈得孝顺 谈得 眼泪也流 对啊 你谈到这样好 我明白 我知道 要孝顺 但我平常是 我都有做的 孝顺 我平常是都有做的 我都会买一些其他 一些产品 比较便宜一点的 或者什么产品 不像这样贵的 我也是买给妈妈妈吃了的 我都有买给爸爸妈妈吃了的 那怎样 孝顺眼泪也弹到流出来 他也是有做着孝顺的 还是不买 怎样 没有办法 回去找上线 是不是回去找上线 我弹到这样 我弹到眼泪也流了 Mr. Law他也不买 这样 这样我们就放弃 这样我们就放弃 我还不会放弃吗 我还不会放弃 因为我很清楚 还没有成交 我还没有钱赚 还是不会放弃 还是不会放弃 怎样眼泪也流了 还有东西谈吗 还有没有东西谈 我们在想 这个我们真的要想 谈到这一点了 还有没有东西谈 还有 还有很多 后面还有很多 一招一招出了 一招一招出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跟他谈什么 这时候我们要跟他谈 商机的 是不是 因为他讲他也很好啊 他父母现在也很好啊 我们想象一下 有什么 还想象 还是有什么 让他能冲动拿8888出来的 让他冲动 能拿这个出来还有吗 商机的 谈商机在立位是最好谈的 真的 刚才四天也讲到了 立位真的 随便哪一个都可以谈的 这个就是事业见证 也是谈见证哦 但你谈见证的时候 也是一样哦 要谈到怎样 大多数我会先拿正商 不管哪一本正商 我拿正商出来 我就放着 我还没有跟他谈正商的时候 好了刚才跟你谈这么多 讲那么多 你没有发觉到我们的产品 没有发觉到我们的产品 只有一样罢了 有没有我们的产品 只有一样罢了 我们的公司 今天做了六年哦 做六年去了五个国家了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泰国 台湾 去了这么多年 这么多个国家 只有一个产品 你不觉得奇怪了吗 你问他不奇怪吗 他才来讲 哦 是哦 又是哦 对哦 你们也是一个产品罢了 我们就是这一个产品 可以做到今天 你必须要看到里面有什么 它里面有很大的商机 证明这个产品 它是市场需求的 证明这个产品 它在市场 是已经有人要了的 证明它已经有效果 它才可以走六年 你说对吗 全部都讲对的 我这样问什么 因为只有一个产品 走六年了 好了 这产品这么有效果 这个产品 它这么有市场的需求 你认为 它的商机大吗 你认为它的商机大吗 只是这一个产品 公司可以做这么长久 好了 我们来看 它商机大不大 我先不跟你谈商机大不大 如果讲到商机大 肯定有人赚钱吗 如果商机大 没有人赚钱 它不叫商机大吗 正商拿出来 翻后面开始了 最近看书也喜欢看后面开始了 正商每次拿出来就翻后面了 不是翻前面 为什么翻后面 那你要看 这间公司赚一万块的有多少个 Diamond Wants 赚一万块 每个也赚一万块的 一面 两面 三面 四面 有时都要翻四面 一万块的 六 七百个 它眼睛开始亮了 当我们谈一万块的时候 有很多人 在离位 不知道是在离位久了 在离位久了 这个格局大了 结果一万块没有什么了 所以我们哪些 正商拿出来 这个赚一万块的咯 有吗 你看 这个赚一万块 赚两万块 我们要想象一下 外面市场如果赚一万块收入的人 走路有风了咯 试试看 你看银行的manager 赚都没有到一万 有些啊 讲话都大声一点有风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 赚一万块 在这个市场是很了不起啊 是在离位全部人格局大 觉得一万块没有什么 所以谈一万块 你看这些人赚一万块啊 他一个月赚一万啊 一万我还要跟他讲几次 强调几次怕他听不到啊 一万块你懂吗 一个月一万啊 这些人啊你看啊 七百多个啊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表情 他觉得一万块很了不起 我们不要再离位急 我觉得一万块没有什么啦 差不多一万块了 他那一万块 不止了你看 还有两万块啊 二十千啊 两万啊 有些人一年的收入啊 二十千啊 是不是有一些人一年的收入 二十千还没有照片啊 你看 在离位二十千没有照片方啊 开始跟他谈 二十千你看几个 三四百个啊 二十千也三四百个 夸张啊 这间公司你看 二十千啊 以前我剪头发剪到半死 都没有二十千啊 我们必须给他知道 二十千真的夸张嘛 二十千很夸张的 不要小看Diamond 2 Star 有些Diamond 2 Star赚四十千啊 有没有 有 所以我们讲二十千已经很客气了 那有没有更多的 我就跟他讲 有没有更多的 有啊 再翻 有一点点照片看啊 你这个 有一点照片看啊 他就问 有照片看了多少钱 哇 这个就够力啊 有照片看了就够力 他还不懂 后面还有更够力的 你看这个有照片看了够力啊 你看几面 这个三十千以上啊 我跟你讲 三十千啊 我以前我想象到 那我如果一个月有三十千啊 我好像要环游世界了 三十千一个月可以环游世界嘛 有一些人三十千真的环游世界了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放开一点 不要认为 你以为diamond trees啊三十千没有什么 三十千很了不起啊 三十千我可以跟那个人讲到三十千 如果我有三十千啊 我环游世界了咯 我带老婆这边玩那边 我老婆就是喜欢吃和走嘛 我带她这边吃那边走 这边吃那边走 这边吃那边走 我喜欢吃的 但她选择吃的 OK 那么 谈到这一面 我就开始 你看diamond trees 他就开始翻很多面了 你看不止一面喔 两面喔 最好选一个 你懂的 见证 你懂的 来谈 我们组织 我们这边都 哪一个 随便谈一个 这个人以前是怎样的 我会选一个 这个人以前是怎样 以前是到现在这样 翻完了 还有 还有 不止 还有 这个够力 你看照片大个一点 你看到吗 照片更大个了 这些够力 这个 这个是五十千以上 以前我一直讲 如果我进来liway 五十千以上 我退休不要做了 肯定liway的人 看不到我 我五十千我就不做了 这些五十千 你看你看这个 哇 这个以前做四十千的罢了 你看这个 这个也跟我一样剪头发的 我就拿一听来讲 有时候拿一听来讲 这个在大三角 一个小小只的一个女生 应该没有四十kilo 现在做了liway有四十kilo了 这个没有四十kilo的一个女生 以前她也是一个很孝训的 她也是一个很孝训的女儿 我谈谈谈那个孝训的时候 她第一个时间 她第一个时间没有想这么多 拿八千八百八十八出来 买 她一买了这八千八百八十八 我就很烦了 我耳朵每天很烦 烦什么 我几时可以赚回八千八百八十八 我几时可以赚回八千块 我几时可以赚回八千块 她一直在想几时可以赚回八千块 几时可以赚回八千块 这样的一个格局的人 我问她 你为什么每天想来赚八千块 你不会想多一点吗 你知道我拿八千多块给你是我全部的身家吗 从我以前拿红包的钱 我红包的钱存存到我做工的钱 到现在有八千多块 我全部给你了 买给我八八次了 我几时可以赚回 然后我就跟她讲 一听 你格局放大一点可以吗 再大一点 她讲怎样大 你想象一下 那时候我们在咖啡店 我就跟她讲 那时候我跟一听是坐在咖啡店 坐在咖啡店 那时候我跟她讲 你想象一下一年后 一年后 一你像的身材 头发长长 小小字这样的 你应该适合坐什么车 你适合坐那个SLK 小小两 开封的 铁棚的 你坐那样车应该很漂亮的 配上你的身材 配上这辆车 漂亮 就你想象一年后 你驾这辆车 停在这一间咖啡店 停在这间咖啡店 那时候你是开着棚来 你开着棚来 停着 然后你开门 不要太粗鲁了 那时候你驾这样车 半点失魂一点 那你车门开 一只脚先下 另外一只脚下 关门 反过去拿你这个名牌包包 头发烧一下 为什么 开门头发会乱吗 头发烧一下 拿着你的帽子 我还做这样比较 拿着你的帽子 走进咖啡店 拿着你走进咖啡店 买一罐コーラ也好 买一罐矿钱水也好 又再走出来 拿着你走出来 你上那辆车 关门 你不要立刻走 你关门 你不要立刻走 你在那边关门 那个铁棚的 你想象一下 那个感觉多爽 你知道他怎样吗 一听给我的表情 在那边傻 他讲 嘿嘿 我哪里有可能 傻的你 他在说他没有可能 我就告诉他 他根本想都没有想 他有可能今天做这个东西 但今天他做到 今天他做到 真的是驾这两只 摆设的 这一个人 你有机会见到他 我会介绍给你人 今天他真的做到 他这样的一个人也做到 今天这样的人也做到了 五万块收入啊 今天你看他 还要想八千多块嘛 他不会去想八千多块了 他八十多千 你买给他爸爸妈妈吃了 不要想八千多块 一个月五万块 两个月就十万了 八千多块算了来什么 这个就是利未了 利未就让我们做这样 他以为完了 他开始 哇 真的这样了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完 然后你再看 哇 这么多个 哇 这些才够力 有半神照片的 你看 这个才够力啊 这个过百千啊 这个过百千我们就拿了 我们就要懂得谈事业见证 如果那个是比较老板级的 我就会拿 可能我拿 我会拿比较熟的 包括那些 G.S. Lim和Zenny 我就拿 他们两个 你懂他没有进来利未之前 他是什么吗 工厂的大老板 Engineer 他收掉进来做 我以前觉得我很了不起 关掉头发店来做 很了不起 原来人家关掉工厂来做 这个才了不起 以前他们讲到 我关头发店来做 算什么罢了 还有这个 你看我叔叔 连我叔叔也进来做 我叔叔 我跟他讲这个产品 这间公司 说他讲什么 你不要傻 不要给人家骗 也不要去骗人 我讲今天他比我更傻 他做到傻巴去 所以这样子 除了政商这边 我开始谈事业 我谈事业 谈商机 我都会先谈这些 让他觉得 真的有这样大的市场了 再翻 疯狂 再翻疯狂的 如果我是遇到那个 他讲 我没有人卖 我没有钱 我认识人不多 我就会搬Kelly出来 又搬Kelly 多少人可以给我们搬 你看政上多少人 他不管他是怎样 我们搬Kelly出来 这个人我跟你讲 现在我跟你讲了这么多人 简单跟你讲这个就好了 这个人很简单的 他也是两年前 两年前 没有加入利约 现在还是三年了 现在还差不多 加入利约差不多三年了 他是十块钱拿不出来 十块钱拿不出来 你知道 去年的今天 也是5月4号 如果今天是5月4号 去年今天也是5月4号 我们公司做一场 慈善拍卖会 还记得吗 我们公司做一场 慈善拍卖会 也是5月4号 这一个人 连十块钱拿不出来 还不用紧外面 还欠人家钱的 他可以在那一天 七十五千这样捐出去 我这样看 他可以七十五千这样捐出去 哇 你认为他每个月 有多少钱他才可以 短短两年已经改变到 这样了 两年前什么没有 两年后 他七十五千这样捐 告诉你 那时候 我看到他捐的时候 我都流眼泪 不止我流眼泪 连老板也流眼泪 为什么 因为老板看过 凯利这个人的 讲话 拿着麦你听不到 拿着麦你也听不到的一个人 他这种人都可以 我先block他 等一下你不要跟我讲 你什么不可以 再翻了 再翻了 我起零 这个剪头发 剪头发 谈自己很给力的嘛 就戴过就好了 谈自己真的很 哇 你讲自己 自己真的很 马上会站起来的 有些我会谈Simon 真的像他说Simon 这一个人 也是十块钱 拿不出来 一个人 bank club 那今天 加lostoy 今天他加lostoy 你知道什么是lostoy吗 哇 lostoy 我们时常想到 谁才可以加lostoy 今天他也是传销商 他加lostoy 有一天我和你 也可以加lostoy 我跟你讲 我就会这样 是吗 Simon你是这样子 跟我们一样做 我们也是这样 是不是我们可以加lostoy 我就会把这些例子 一个一个谈了 谈到飞马的时候 飞马每一个就要讲 于是谈Andy Shaw 那Andy Shaw 还谈很好的 为什么 很多人在传销 他认为做传销 是很难超越 很难超越 上线的 就是这样推着上 推着上 这个人 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慢来 Andy Shaw 两夫妻 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 都慢来 我进来很久了 他进来一年嘛 做到这个 你知道这一个赚多少钱吗 他以前欠人多少钱吗 可以欠人这么多钱的人 不简单 可以欠人八百多钱 我们要欠人八百多钱就欠了 他可以欠人八百多钱 半年还到完 我每次跟人家讲 一年才还完 我们不敢跟人家讲 半年还完 没有人相信 谈完这个 我开始就会谈 麒麟 麒麟以上的那边 你们都要谈 因为什么 麒麟有我在 开玩笑 因为什么 因为四天 麒麟宝业姐 他们全部都是很好 拿来接力的 你要讲家庭主婦 谈这些什么 Victor是怎样的人 谈到最后 阿周三十多岁罢了 阿周三十多岁 还不用紧 三十多岁就可以做分 一个月 一百万的人 你想象一下 拿来讲一下 不用紧了 我不知道会不会被绑票 不会的 三十多岁的一个人 今天可以想象一下 他做十年 他是怎样的 还有最后一个 不用讲了 这糖尿病要死了 这糖尿病要死了 他都可以 谈完这些 不要等了 真的不要等了 好了 我们开始 就开始跟他计划了 开始跟他计划了 好了 我们先来坐 最终我们一定要上了 Timmy Lid 这一边最终一定要上了 要上这边前 我们现在要先做什么 我们先来坐杜萨 或者先来坐晚上 就帮他订了 帮他订了 那一套花给他了 如果还早 就叫他立刻业人 跟他直接去见人 不用跟他讲 你来坐啦 你来坐啦 根本没有讲到要坐 对吗 根本没有跟他讲 你来坐啦 那你来坐 立刻就来了 所以这一边 我有很多例子 把一些人拿进来 有一个人 其中有一个例子 那个人启动 一个是我很好的朋友 也开始来坐了 很好的一个朋友来 但他去找他的老板 怎样谈都谈不尽 他老板还跟人家买了两盒 放了一年不吃 已经生蜘蛛网在那边 不吃就不吃 真的是生蜘蛛网 他就跟他以前的老板 跟他买回两盒 跟他买回两盒 跟他买回两盒了 他讲我买回两盒了 做好一点关系 反正他浪费了 放在那边 还是谈不尽 谈不尽 我讲有机会 可以见到这个人 有机会可以见到 他讲 他们拍摄 不但要出来 不用这样去找他 我讲 我们一起去找他 找他 他office 个壁有咖啡店吗 或者对面那里都好 咖啡店很多的 对吗 一他出来 咖啡店喝茶 OK 叶出来 真的叶出来 这个人也是谈产品 我们谈产品 谈见证 谈这个那个 他就 没有反应 完全没有反应 点头你问他 谈了真的 他也是没有反应 谈到孝顺 也是没有反应 真的没有反应 这种人有时候 你问了没有反应 他也是很难的 真的谈到正伤的时候 他手放下来 他书给你打开 他一直接过来一点 他一直接过来一点 开始看了 知道因为相机 所以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 就是当天 明天就开始约人 到现在已经是我们的 Disservator 到今天已经是 他已经开始进来了 有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不放弃 因为我们在想 他就是要成交 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成交 所以谈到这个 这个人不但他进来 他连他老婆也拉进来 他连他的弟弟也拉进来 他弟弟老婆也拉进来 是一个人这样认为他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他听也不要听 产品也不要 吃也不要吃 什么也不要 但因为到最终我们没有放弃 到相机这个部位的时候 这个人进来了 然后有一些顾客 如果我们真的也谈了相机 也谈了相机 他也不要的话 他也觉得 不用了 我有我生意在做 我有我生意在做 怎样 没有得谈 就拜拜 真的这样就拜拜 不管他要不要做 我们的目的就是 就是要多吃一套 最少有一套 最少也买来吃对吗 这时候我们就要卖个人 真的是要卖个人 卖support的 这个我时常用的以前 用很多要support 但一个人要support我们 要支持我们的时候 他先要看我们的形象对吗 他先看这个人 值不值得我们来帮对吗 所以这边很重要了 这边有些人要人家support 但是他要时不时这样 你帮我啦 我要成功 你帮我来成功 这样的样子像要成功 头发要乱乱 那种 pattern 外表一看就不想要成功的人 外表一看就不想要成功 所以形象很重要 形象也知道 所以这边在谈一点就是 NDO要去看 他们叫NDO就有教导 形象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给他知道 为什么他要帮我们 为什么他要support我们 这个就很重要了 所以在这一边 我也有很多例子的 我其中讲一个例子 就刚才老板讲起 我Fight Twister的那个时候 那时候讲到那个Fight Twister 前差不多四年了 八月份 我很清楚是八月罢了 八月份老板来 到大三角的office 来到大三角的office 就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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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全部就很兴奋了 为什么兴奋了 可以上杂志 可以上杂志 这本杂志是在亚洲那里 那里都有的 我想到可以上杂志 爽了 终于好像出人头地了 可以上杂志 很开心了 上那本什么 资本家那本杂志 李卫还有的 所以在这时候 我要我要 到时我也要 讲了吗 讲了吗 我也要吗 那时候几个老的 四天的爸爸 光树 Yeli Missolo 他们 老板就先讲 九月份要出 不可能 九月份才来拍的吗 来不及吗 所以 谁认为在八月二十号 谁认为在八月二十号 可以中的 或者到月尾金 可以中我的 或者到月尾金 认为自己可以中我的 二十号就来拍照 二十号就来拍照 结果我二十号那一天 要去拍照的时候 怎样 一套还没有做到 真的是一套还没有做到 前面那几天 全部就是没有做东西 剪头发 那时候还在剪头发 不要管他们了 还是做自己的头发比较好 那时候这样想 所以那一天 真的 Yeli 就打电话 李啊 今天要拍照啊 记得带你的 Gord啊 他提醒我要带Gord 我就特地忘记带Gord 特地忘记带Gord了 一套都还没有做到 二十号了 这样做 那时候的推萨 那时候 要做推萨是很了不起的 在公司 所以Gord 假假忘记拿了 放在家 然后也穿剪头发的衣服 去头发店 结果那个时候 我的老婆 就把我的Gord 带来头发店 人家假假忘记拿了 他还拿来头发店 还拿来头发店 那还不用紧 我就 只要讲 有计划 有这个那个 就不要去拍了 其实那个时候 就没有想要去拍了 结果 祥义也来 Mr Lloyd 来 叫叫叫叫 叫了我还没有去 他们说我先去 你们先去 你们先去 等下我说你们先去 我是打算放飞机的 打算放飞机 Yeli就坐在我头发店 还不走 Yeli你还不要去拍照 我等你载我去 我没有车 他们叫我的车去 我这一招 他还出 结果这时候 没有办法 真的去那边拍完那个照片 一拍完那个照片的时候 哇 那种的压力 那种的压力 就顶不住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下线的 只是有人在吃 一些顾客 顾客罢了 全部都是顾客 真的那时候 怎样卖自己 因为很清楚老板讲 随法到吹萨可以去巴黎 如果我们没有去巴黎 我们换去纽西兰 因为纽西兰去看工厂 我们去纽西兰 我真的那种压力 我去到 有一个叫小花姐 中了cancer的人 我去到她的家 你要救我 你要救我 不是你要帮我 是要救我 我是跟他说你要救我 你要救我 他说什么事 你什么事 我说你要救我 讲究 讲究你 你什么事 我讲我一定要过吹萨 什么是吹萨 我就跟他讲了 就讲你真的要帮我 我真的很想要成功 我真的如果在这个行业可以成功 这个月我可以过吹萨 我可以去巴黎 我可以去巴黎 我一世人都没有机会可以去的 我剪头发剪剪剪 你认为我可以去巴黎吗 我问啊 我剪头发剪剪 没有机会可以去巴黎的 就你真的要帮我 好了怎样帮你 你夜人出来 我们一起去谈 如果他这边过 我在想也是不能 还有差一边 差一边怎样 就组织图看了 有一些顾客在吃的 这个比较有钱的 去找那个顾客 在我头发店 对你有没有 我就跟他讲 老板娘你要帮我 我也是跟他讲 我要去巴黎 我要去巴黎 你要帮我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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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了 他为什么要支持 他也是觉得 没有说要怎样帮 你可以介绍人 给我出来 或者 我们什么图片都出 我们要支持的时候 你买给你爸爸吃 买给你妈妈吃 然后你老公吃 然后你自己买了一套 你的爸爸妈妈也要 这样几套 这不是很多钱 你有钱的 那时候什么的 你有钱的 你有钱的 你支持完了 我真的很想去巴黎 谈谈谈 最后他还是不要 够真的认真跟他谈 认真跟老板娘 我真的坐着他手 老板娘你真的要帮我 我真的很想去巴黎 你真的要帮我 我真的坐住他的手 看住他 不知道有没有挂电 我没有不管的 那个眼神真的看来 你真的帮我很想 我真的很想 有一天像你们这样成功 我真的很想像你们这样成功 我知道我这次是一道机会了 我知道我这次一道机会了 我也相信 今天很多成功的人 是因为一道机会 他们一道机会 他们不全力也不能了 今天我一道机会了 一道机会我也需要归人了 如果这一次我真的成功 你永远就是我的归人 你永远就是我的恩人 我永远就会记住你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我真的讲这些话 我讲了很多次也是这些话 讲很多出来 好了 你要我这样帮 你真的可以去巴黎的吗 我讲我就插你这边 我就去了 我插你这边我就去了 他就上网 看那个名牌包包LV的 你到时去巴黎帮我买这个杯 哇 死了 那时候真的又更加一个压力就来了 更加多的压力就来了 因为GPP还没有过 他认为说可以了 因为我们先跟他讲可以嘛 他真的棒了 也是开始业了 然后我们就那时候 真的那时候的推萨是怎样发出来 他们问十天怎样发出来 十天那时候不止我过推萨 那时候在公司一个月过两个推萨 很了不起的 很了不起的 现在就没有什么 因为那时候没有见证 那时候我所用的东西就是 叫人家support我 叫人家support我 我要成功 那个人真的给那个人感受到 我们真的很想要成功了 给他感受到真的很想要成功了 那时候的那个样子 像老板讲的 头发QQ 我眼睛突进去 这样的样子都有人要support的 你看 你想象不是现在的样子 那时候的样子都有人要support 这个就是 有时候我们敢要求 敢要求人家帮我们 敢要求人家帮我们 我们必须要给人家知道 我们要成功的 那希望有多强 如果 谈到这一个 他还是不support 他还是不support 放弃吗 不会放弃的 不会放弃的 不会放弃 最后一招了 最后一招了 没有了 币了 真的是用币了 但用币的时候 很多人在想 传销的人就是这样 传销的人就是这样 就是会逼人家买东西 对吗 我们是跟其他传销不一样的 就是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很清楚 我逼他吃了这个产品之后 它有什么效果 我们不是跟其他传销一样 他逼逼逼人家买了那产品 我已经不懂那产品要怎样的 丢在一旁 但这产品 我肯定 100%很肯定的知道 他吃了这个产品 他可以得到什么 所以我会逼他 第一个被我逼的人就是我叔叔 我也是会讲这 第一个被我逼的也是我叔叔 我怎样逼他 我知道这产品很好了 我期待我跟他讲 讲了很多轮 包括我跟Kelly两个在做戏 他也不买了 可能从小看到我们 当我们在做戏他也懂了 在他面前讲坚真 在他面前讲这个 在他面前两个什么 不买了 我每次逼人之前 我会先讲这个故事 我会先讲我这个故事 让他们知道 为什么我要逼我 为什么我要逼我叔叔叔 我就讲 他高血液 边界 糖尿 边界 胆固醇 边界 如果讲难听一点 这个中风也边界 他还是不要说 我们人有运动就好了 他讲有运动 我每天有运动 有这个有那个就好了 你就不能support我吗 我讲 你就不能support吗 今天我要做这个 我真的做 你就不能support我吗 这个东西 support你也是给他们赚的 什么什么什么 讲了很多了 这一套话 准备好了 这一套话 拿到他的家 拿到他的家 他走到那里 跟到那里 真的他走到那里 跟到那里 他走到厨房 跟到厨房走 平常时去他家 他没有走来走去的 那一天去他家 就是走来走去的 他真的是走到厕所 我站在厕所门那边 等他那一种 就登登登登登登 没有办法了 哎呀哎呀 跟你买了 没有还你钱了 哎呀哪 我知道他不会没有还钱的 只是讲 成交了 一套 那成交了 所以 我为什么要逼 为什么要逼我叔叔 现在你看 他的糖尿高下 全部来到很美的水平 不止这样 我的神神爬山 爬到脚痛 爬到脚痛 不能爬山 更年级的黑斑起来的 我神神黑斑起来 我叔叔我们做什么行业 批发美发美容产品 批发美容产品 这么多年 都没有办法解决 他的黑斑的问题 这个产品过后 解决他黑斑的问题 他的脚痛好 我叔叔现在 你看他几年轻 我最好拿到 我另外一个叔叔 小 我这个叔叔死碎的照片 我放一起 你看这个小 他死碎有吃 没有吃什么分别 真的很大分别 所以这时候 我会逼我叔叔叔 我知道这个产品 他不吃 可能有一天 像我的婆婆这样中风 今天 可能你觉得 我是在逼你吃 你今天 可能你觉得 我在逼你吃 但我很清楚 我逼你吃了过后 你会来感谢我 你会来感谢我 可能他还不要 这个那个 你真的要吃就对了 可能逼 逼 到他觉得很烦 他也会买 最后一招了 对吗 最后一招讲这么多 最后一招逼 很多人讲 逼到最后 等一下他会对我反感 逼到最后 他对我反感 这样好 我们都没有杀他全家 都没有让他损失到什么东西 他会起反感 关系可以过后做好的 对吗 他今天吃了 我们不要像其他人 我们讲 这是关系在我们 我们不要像其他人 买了产品 屁股烧烧烧 成交了 走了 明天就 就野水 一天一天这样去 每天打泡一些东西 在他的家 你认为 他还会讨厌我们吗 不会 你问我叔叔今天会讨厌我们吗 不会 他不要爱我 现在 等一下我们看什么 到最终 成交 它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要放弃 不要这么轻易的 这么快的就放弃 也不用等到说 我们准备多好 准备多好才可以 没有一个时刻 是真正准备好了 这个时刻就是了 这个时刻 你们把这几个 重要的记起来 把这几个重要的记起来 最重要的就是成交 所以我们可以逼人 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我们这个产品 可以逼人也是一个优势 为什么 其他产品我们能逼人吃吗 你吃了它有什么 奶粉的 等一下 喝了看什么 不懂 但这个我们很敢 很有信心 我很有信心的 逼那个人吃 因为什么 我对这产品 100%的信心 我对这产品 100%的 知道它一定会有效果 一定会帮到它 也对这间公司100%的信心 这是因为 这个产品 让我们 更有信心 可以去逼人 所以你们不用怕逼人家 人家会讨厌你 他讨厌你 两天过后就没有事了 他两天过后吃了 结实气 活气 他就不会讨厌你 好了 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所以在这边 我希望 今天我的分享 我所讲的 可以帮助到大家 但这一些都是我 一路以来经历的 这些都是我一路以来 在用着的 都是这样子成交 你们也是一样 因为我用的见证 事业见证 你们也用的一样的 我谈的产品见证 你们谈的也一样的 我谈的OPP 你们谈的也是一样的 希望在这边 今天我们走出去过后 每个人就去做这一种的成交 很好玩的 好的 我分享到这边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再一次的给我们的林先生林顺利一个热烈的掌声 分享得非常非常的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